狗军醫師 狗军醫師 請安靜之介 有一個化學潮車在台行 先那邊反途 護理師到達 目前有兩位受災的人員 狀況假設化鏈磁雞醫院接獲通報 一輛再有氯氣的化學潮車發生意外 急診團隊啟動待命 它其實是揮發性的 所以大家只要戴面罩 確實戴好 頭髮的部分千萬不要外露 氯氣是個揮發性比較高的 它對那個呼吸黏膜系統 都會有比較大的刺激 那長時間暴露 其實會有致命的風險 跟COVID-19不一樣的是 醫護以及公務人員 戴的是防毒面罩 穿上防腐蝕隔離衣 靴子 接縫處緊緊貼好 地板鋪上儲物毯 進入診間治療前 一定要清水存屋 除屋就是因為你曝露的時間越長 對病人的傷害就越大 第二個就是我們自己的 醫護人員的就是安全的問題 在救人在執行業務的時候 第一件事情是自己的安全第一 這原本擺在第一位 我想這個是化災最重要的事情 有標準化病人飾演傷患 相當逼真 穿著那個洗脊防護衣 去做這些平常我們熟悉的事情 反而是很困難的 雖然是新手還做得不錯 流程都還是有照著那個標準在做 就是一些細節再調整一下 花東拱三家化學災害 專者處置醫院 包括花蓮祠院 門諾醫院 以及台東基督教醫院 定期演練是為了協助醫護團隊 搶救生命的同時 也熟悉防護技巧 當日新聞唐南軍中將坡 柳洪志 花蓮報導